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完就話說 我們可不可以多留幾天 就一個畫面 聽說這邊有一個人 人手藝跟他分別 對 這就是旅遊經典 剛才響了 對啊 還會唱 還會唱歌耶 哇 很大的變化喔 連吹個風扇都還要有那個 想國家的年齡 來了 不是這一位 這位外公女生不是我們的歌 哎呦 看到沒有 神秘家庫出現了 壞 溫哥華的發源地 煤氣鎮 維多利亞式的老舊建築物 超好逛的喔 上這囉 暢遊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園 每到讓你捨不得眨眼喔 加拿大才有的巨無霸蝦餅 我只能說蝦很大 你相信嗎 好萊塢就在我們住的飯店了唷 好戲開眼囉 溫哥華一個與海有著密切關聯的美麗城市 2010年冬季奧運舉辦的場地 更成為全球熟目的焦點 我非常喜歡溫哥華 這裡的生活雖然簡單 卻充滿著清新健康 今天就讓我們帶著愉快的心情 好好享受一下上帝所創造的 這一片美好的景色吧 我們要旅行 玩出好心情 人在溫哥華 天天有驚奇 沒錯 每到溫哥華的時候 我們就會早晨一起出來散散步 對 看看風景 對 而且重點是 在這些地方可以看到了風景的就是 每一棟外觀都會長得不一樣 有的像童話般 有的非常的豪華 沒錯 你看這一棟 身後這一棟就是我 叔叔的房子 這你叔叔的房子 是 有 我們常常來散步 叫來看風景 這邊那棟就是我 你媽媽 這是我媽媽的房子 你看 你今天在做夢 非常可愛 對 在這邊 每天我們來這邊 然後就會在人家的豪宅門口 拍拍照片 對 其實心情就很好 對 因為每一棟外觀都好可愛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做夢 講說 這個是我阿姨的 這個是我叔叔的 然後哪一戶是自己最喜歡的 就會把它設定 然後拍照起來 然後放在自己的電腦 成為桌面 對 以我不是好的攝影師 沒關係 在這裡隨便拍照 人家都以為你找別人拍的 好不好 因為這裡的風景非常浪漫 可空一起來走 今天我們要去找我們的朋友 對 大家就住在這附近 不要讓他帶我們去好好玩一玩 走 快到他家了 對啊 Marco這個人是非常可愛的 因為他從學生開始 就做了許多好事 沒錯 他在他們學生會會長 然後帶著溫哥華的很多的年輕人 募款 然後成立一個新年新的 我們那次來就一起來唱歌 來做表演 然後為他們做一些募德的款項 他們就會拿到內地去 然後幫助一些清寒的學生 所以呢 建學校 建學校 對 然後買衣服送給他們這樣子 對 他家到了 到了 這就他家了 你看到沒有 不是很大啦 大概差不多幾百均吧 而且各位 好不好 家裡游泳池的很多 金蹄還在裡面喔 金蹄還在裡面喔 好 好 電鈴汁在哪一個 這個 有沒有 很喔 他會不會還在睡啊 不可能啊 不會 他會睡比較晚啊 平常 Marco Marco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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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好像胖一點了 來 來 我們先進來 這是我朋友Marco 好不好 今天我們就是來找他的 先大家進來坐一坐 你怎麼來也不跟我說一次 是不是 好不好 因為我們 就是要先給你一個驚喜 我們現在 好了好了 這你妹吧 是 是 好久不見 媽媽咧 媽媽咧 阿姨 媽媽讓我躲起來 媽媽害羞 媽媽媽年輕漂亮嘛 開玩笑 就這樣 這他女朋友 來 你自己介紹一下 這是Marco的媽媽 我們那時候來這裡的時候 一看到阿姨還以為 是Marco的姐姐 姐姐 不會啦 媽媽想說 很年輕的 你媽媽呢 然後他說我媽在這裡 來 媽媽我們介紹一下 從客廳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泳池 的游泳池 對 很舒服啦 我都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游過 就他從來 你在大廈有沒有游過 我沒有 從來沒有 底下是有健身房嗎 我都忘了 底下是買了一點點小的健身房 那你有在健身嗎 前一段時間有 現在 現在沒有 這邊還有一個家庭電影院 Marco常常看著我演的電影 然後在編練健身 整個那個情緒就有了 說真的 豪宅我也見過不少 不過要像Marco家 這麼有格調的卻不多 光是這一個室內游泳池 就可以看出他們家裡 對生活品質的講究了 參觀完漂亮的房子 接著要帶大家去看 更漂亮的風景喔 出發 去Stanley Park好不好 媽媽要不要一起去運動 我不用啦 妳真的喔 好冷喔 好冷喔 妳要多穿一點 來到溫哥華 一定不能錯過的 就是Stanley Park囉 Marco告訴我們 Stanley Park 可是北美地區 第一大的城市公園喔 從市中心走路過去 只要半個小時 不用划上連大老遠的車程 就可以輕鬆接觸大自然喔 不過想要親近大自然 有一項代步工具 可是不能少的喔 話說這個Stanley Park 占地400公頃 因此公園周邊有很多商家 提供出租的腳踏車店 讓遊客可以玩得更加盡興喔 我們是租協力車 然後基本上要租兩個小時 因為Stanley Park 請你騎出去大概最少大概 繞一圈回來也差不多要一個多小時 那你稍微逛逛走走停停看看 就差不多兩個小時 而且Stanley Park裡面太大了 然後一台大概是23塊錢 假比公用這樣子 然後我們租兩台 Baby 車是租了 可是Stanley Park很大耶 你不怕迷路喔 我們需要指示 因為我上次來過 但是已經好久了 很怕忘記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個隧道 然後從隧道裡面走 繼續 我知道我知道 那個隧道我走過 希望兩個人平衡嗎 不用啦 這很簡單 是嗎 真的啦 你要不要先試騎一下 好 我跟你一組 你跟我一組 然後他跟他一組 對 對 你要不要試騎一下看看 待會兒 你要不要試騎一下看看 好 待會兒 你要不要上一下廁所 幫我怕他試騎的時候 尿一尿出來 如果想要感受溫哥華的悠閒 Stanley Park絕對是首選之地 加拿大政府選在最繁華的市中心 屁原植樹成為一片綠樹林海 對然清楚可見一棟棟高樓聳立的溫哥華市中心 在美麗的海灣旁遇風而行 真是快活喔 公園東邊樹立著六根色彩斑斓高矮 出戲不同的圖騰紅山木柱 他們可是十九世紀的遺物喔 由於Stanley Park的產權屬於印第安人 加拿大政府以永久租借方式使用 除了欣賞優美的海景以外 還有民族風情 接下來這個驚奇保證你大開眼界喔 我們前往這邊下 OK 幹嘛 這是幹嘛 這個有… 飛機要起飛耶 怎麼沒有飛機啊 飛在飛機 那飛機 然後那個是那個叫這樣 那個建築物是什麼 那個 那個… 一個尖尖的 像小籠包那個一個一個的 那個… 那個… 白色的那個 它都是五三酒店 那是一個酒店喔 對 真的喔 那個就是一個新蓋的會長的… 它上面怎麼是… 綠綠的 綠綠的 它是那個草地來的 這樣子喔 所以它是一個新的技術 那種複草地竹 結果它是保暖 還有這種是什麼 保暖要省電 綠電竹 綠色電竹 環保 環保 對 剛才我們騎來看到這風景 真的好漂亮 只有這裡才有那個水上飛機 是 有那個… 記得庚洪他跟我講說 他來溫哥華 第一次 跟杰倫住同一個房間 就住在那邊那個酒店 住在那個酒店 一打開窗戶 沒有打開 因為那是落地窗 不用打開 打開窗簾 然後就看到那個飛機 從前面這樣 然後那個湖面鏡子 像是一幅畫一樣 突然一個飛機 可能早晨他們上班 然後大概八 九點 因為我們時差很早就起來了 我把六 七點落在水面上 跨過這個水面 然後水紋出來 我跟杰倫兩個 杰倫本來來溫哥華說 他個兩天演唱會完 他叫走而已 後來他就說 看完之後他就說 我們可不可以多留幾片 就一個畫面 就可以讓人想要多留幾片 大概在加拿大 後來因為他之前來的時候 他就說他不要留這麼多幾片 很酷 這整條Stanley Park公園 真的是太多可以玩的地方了 這實在美麗的風景 接下來還有更精采 其實假如這剛剛從前面 看了很多的遊艇 然後騎來這裡看風景 有些人是騎 有些人是這樣子 你看推著小孩跑步 有沒有 推著小孩 剛從超想要買小孩的這個 以後如果小孩 我就是要推著他的跑步 等一下還有更精采 讓你看到公園不只是公園 還有什麼你知道嗎 不告訴我 走 我說跟紅啊 你沒事賣什麼關子啊 好戲還在後頭 騎下去就知道了 之前我們開小艇 也可以開到這邊來 對 然後很多那種海獅啊 快點 Marco 這邊都是海對不對 這 燈塔 好 這裡看 有人要開遊艇出去了 今天天氣比較好啦 這邊OK 可以看得比較遠耶 那邊亮到不行 你看 對啊 這真的差別很大 你知道國外的天氣就是這樣 非常明顯 有一次我記得我們在加拿大的時候 開車去西雅圖 那沿路上好可怕喔 右手邊龍捲風 左手邊大太陽 中間橫跨了一個彩虹 對啊 很奇怪 然後呢 開車開到一半 忽然下冰雹 這什麼天氣啊 這就是天氣 因為它實在是地太大了 對 你看到那個就是 風光很出名的那個石門橋 對 它連接的是那個西溫 西溫嘛 對 所以山上那些房子都很貴 對 對不對 而且就很多那些 別人稱之為退休天堂 因為那裡就 因為離市區很遠 對 所以它就會比較安靜一點 這個燈塔我們去看一看啊 好不好 走 Stanley Park 三面環海 各位眼睛所看到的這座燈塔 過去是漁船入港的指引 1888年 加拿大政府建立了這座公園 比當時的總督 Stanley伯爵的名字而命名的 Marco還告訴我們啊 燈塔旁還有一片愛的天地 因為視野遼闊 加上錦鄰海灣 情侶們最愛來到這裡 看海看夜景 隨著時空交替 讓過去肩負著 引領航海人方向的燈塔 如今化身為 承載著無限愛意的 丘比特繼續為世人散發著 它的光和熱 那個橋叫是什麼 石門橋 那就很像那個 舊金山那個 紅色那個大橋 它是結合了那個香港 還有美國的風格建起來的橋 對 它也是 它也算是溫哥華 就比一條比較早期的大橋 所以這邊 從這邊等於是 是從溫哥華開到西溫去 對不對 而且這是唯一一條橋 可以通去西溫 真的喔 對 哇 萬一這橋段 大家就 那就真的完蛋 就真的不用過了 它很搞笑的 如果你去看的話 它一共有三條道 繁華時間它會變的 有時候 西溫的人來市區 就變兩條道 用去的話變一條道 有時候變成去的 就變成兩條道 就看下下巴時間 它那個橋還可以 還可以變動 然後每天就會看著那個標誌 標誌 它順序這樣走 它只有三個車道 只有三個車道 那還滿小的 對 至少有個四個 有時候 你很難能看到四個車道 所以你來這個公園 你可以看到風景 整個溫哥華的這個 一整圈你都可以看得到 後面還有很漂亮的 走吧 趕快出發 下一站 你想幹什麼 沒有 我想把它弄出來了 好 這個看得出來 他們很少騎腳踏車 這幾個都在家裡面悠閒習慣的 在家裡游泳 也只有跟紅來我才真的會去那邊 是 沒辦法給你逼著嘛 看到你那麼壯我就要 趕快來動物巷 沿著海岸一路向北 一望無際的海洋不斷映如眼簾 騎著騎著 我們又發現了另一個驚奇 你們看前面有一個人坐在水裡面耶 你看一下 前面有一個人喔 坐在水裡面 看到沒有 你看看那個人坐在水裡喔 坐在水裡 頭上還停了一隻鳥 不是鳥 那是海鷗吧 你乍看一下會不會嚇一跳 你看 有一個人就停在那邊 這隻靜靜坐在礁石上的美人魚 是仿造丹麥著名的觀光景點 美人魚雕像而成 創作靈感 取自於知名的童話作家 安徒生筆下的海的女兒 需說一隻小美人魚 只能遙望著心愛的王子 卻不能相愛 而公園裡這隻美人魚呢 望著看不見盡頭的太平洋 彷彿也表達出溫哥華對海洋的依戀 在這裡這條長達8.8公里的沿海便道上 每天都可以看到人們牽著愛犬 散步慢跑 騎單車的景象 在這裡人跟人 人跟大自然之間 是那麼樣的和平共處 哇 我實在是太羡慕住在這裡的居民了 沒錯 不管是本地人還是遊客 每個人都可以有很多種 愛上Stanley Park的理由喔 而我和這座公園的香羽和豬車 抗海到流連旺板 所有的過程都是這樣的自然 像是一見鍾情呢 生活本來就不應該有因忙碌而有所束縛 這一趟Stanley Park之旅 讓我感受到不一樣的溫哥華 風景讚美 如果沒有用一種 將心比心的眼光來欣賞 你永遠感受不到 上帝所創造的世界 是多麼的奇妙跟美好 北美第一大的城市公園 Stanley Park 驚奇無所不在 等著你來喔 體驗完自然之美 接著要帶大家到市中心逛逛 溫哥華歷史最悠久的購物街 自1950年開始 這裡吹起了一陣歐洲風 不論十一住行娛樂 通通跟隨著歐洲人的腳步 現在我們就一起去發現新大陸吧 這是溫哥華 但它裡面最繁華的一條商業街 是不是 其實來到這邊 是不是叫逛這條街 就只能逛這條街了 因為這是最好的街 逛完這裡之後 你去哪裡都沒有意思了 真的 好的 這叫Rawson Street 對 所以這邊很多吃的 逛街的 賣的都有吧 對 沒錯 就你能想到的 就應有盡有了 是的 聽說這邊每個人很熟悉咖啡 對不對 對啊 就很流行 就每個人 而且你會發覺這裡的人手上 他拿著不是那種咖啡杯 他們是有自己專用的咖啡壺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看 這是一個大的十字路口 對 但是你會看到 這裡有個stop bus 對 斜對面還有一個 斜對面還有一個stop bus 哇塞 為什麼要這麼多stop bus 明明就一間就夠了 幹嘛還搞兩間 因為有太多了 根本就一間坐不過來 斜對 我又幫你找到你的工作了 怎麼樣 做什麼 來這裡賣咖啡 就是我不會做咖啡 然後我又不喝咖啡 我來賣什麼咖啡 你只要投資就好啦 是 沒有 我朋友以前 就想要說要投資咖啡 是啊 但哪這麼容易啊 誰不是要做咖啡賺錢的 老外也賣糖草栗子 老外會賣糖草栗子 應該是吧 我們在這裡也沒看過老外草栗子 老外來這邊賣糖草栗子太奇妙了吧 就你會覺得他 而且你看他們賣得都很開心 就好像自己在一邊玩 然後一邊又把賣東西賣給客人 這個樣子 你會發覺就問過他叫 所以法華路 但是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交通啊 只有一條線 讓一台車走這樣子 所以往往這裡都很塞車 找停車為什麼都會十分的困難 對對對 這邊有很多很好逛的街耶 突然又下起雨來了 對啊 欸 超冷喔 我現在已經適應了 覺得沒這麼冷 我買一定要買一些 台灣呢 看不到的品牌 他們有一些品牌台灣沒有 而且很便宜 他們是 一些是當地的品牌 也不 那個便宜有沒有 說非常便宜 只是說價格還不錯 一千塊以內啊 對 這樣有嗎 在這個街上 可能好像一千塊以便宜 漫步在Robston Street 每一個轉角都可以發現 不同的驚奇喔 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淺純的基督徒 很淺純 我也不知道怎麼使用 這是很好 對啦 這是一個單太裡面最好的 最好最漂亮的一個教會來的 這是教堂了 對 這是一個教堂來的 雖然我沒來過 但是就帶你過來唱了一下 自己也順便唱了一下 這裡竟然就是一個教堂 而且在當場裡面耶 對啊 在市區裡 而且這感覺好像還滿古老的耶 對啊 這感覺好像時間很久 這個排隊排成這樣子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這裡 很多明星來這裡都在這裡吃了 不好意思 我們拍一張說我們也來過 你說有什麼不一樣呢 很簡單 尺寸不一樣 台灣的蝦餅大概只有這樣子嗎 對 好厚哦 好 各位 真的打不出來 可能因為是假期的關係 假期的關係 所以 今天沒有拍 今天不是禮拜天 才會開始聚集開 我們教會 平常是都可以開 但是可能這些 它這個 這算歷史的建築物了吧 應該算是很 對不對 很有歷史性的建築物 這間位在溫哥華市中心 聖安德魯斯衛斯里聯合教會 外觀雄偉華麗 雖然沒有機會 帶大家進裡頭去參觀參觀 但是經過我們工作人員的 明察暗訪 發現會堂居然多達900個座位 氣派非凡啊 而室內空間設計 因為具有濃厚的古典氣息 更成為許多 國際性音樂會的舉辦場地 我們居然沒有辦法進去 大飽遠復 真是可惜啊 你就別再可惜了 寶寶 雖然進不去 但是上帝卻為我們預備 另外一個 意想不到的驚奇哦 好巧哦 是 怎麼走到街頭 還可以遇到朋友啊 我的天啊 這女朋友啊 給你介紹一下 是 是佑杰 佑杰 對 我們有見過面嗎 有啊 很久以前哦 他結婚然後嫁來嫁大 是他老公 沒有 老公是 你是這邊 算是這邊嗎 他在這裡讀神學院耶 神學院耶 真假的 你之前在台灣是 我在台灣是 做 教英文 你朋友算嫁一個好老公了 嫁一個好老公吧 那我朋友從台灣 遠嫁來加拿大耶 對啊 好不好 Marco 現在去看你囉 是 很久耶 來當他 來文化當他 是 這個一定要吃 因為這個是最出名的熱狗 熱狗 熱狗 排隊排成這樣子 你看看 你看看這裡 很多明星來這裡 都在這裡吃 那不好意思 我們跟他一張說我們也來過 你們知道這個很有名嗎 對 這個怎麼這麼 它這個是日本人看的 是日本人看的 是日式的 日式的哈豆 你看這個料 超豐富的 對啊 好多種哦 我跟你講美式的熱狗 都不豐富 所以他們為什麼生意這麼好 因為就是花樣多 日本人就是花樣非常多 那我怎麼搞 重點是這 要排隊排很久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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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騰騰的 來看一下 這個 它這好像 還有分不同口味的 哪一種口味是最最喜歡的 有一個它一天只出 一天只出好像一百個吧 然後就慢慢就沒了 就慢慢就沒了 就慢慢就沒了 我想叫什麼河豚 什麼 這個很好 對 這是什麼 這是 這個 這 不知道什麼 但這裡看起來就非常的日式 對 有美乃滋跟海苔在上面 所以你常常來嗎 沒有 這是我第二次 你看 這排隊排那麼久 好不好吃 多少 日文嗎 對 你別看這個檔口小小的 但是它一個月營業了 有兩百萬台幣 我跟妳講 我要來這裡絕不賣熱狗 我可以賣什麼 賣什麼 我可以賣 對耶 這已經沒人做了吧 這也還沒有 你熱狗做的花樣多 我蔥花樣多 花樣多 我告訴你我花樣多什麼 多加一個蛋 多加兩個蛋 你再講 這四個蛋 你知道四個蛋 花樣多 好 好 走 我說劉跟宏 你耍冷王的封號 到底要何時才要讓給別人啊 不過見識了 這麼有創意的熱狗 我的肚子也開始跟我抗議了 Marco趕快帶我們去吃好吃的吧 你說有什麼不一樣呢 台灣的蝦餅 大概只有這樣子吧 捏給大家 對 這不能一個人吃一個 沒有 一個人吃半個 因為吃半個 我覺得都一樣夠了 對啊 先四分之一一隻 吃四分之一差不多 好啦 你這個觀眾朋友要看一下 看一下 你看這個蝦 好厚喔 好厚實喔 它不是麵包粉喔 它是蒸的蝦肉弄碎 然後這樣弄成一個這樣 好喝 因為它的路價是比台灣高 但是它的東西也很實在 這喝起來非常過癮 我不敢喝 很辣很辣 很辣 它怎麼結了 這個東央公 這個 它 而且吃飯 乾Q 我來試試看 現在拿的東央公有什麼不一樣 料比較多 料比較多喔 而且這個蝦肉 比較深 料都比較大耶 台灣都比較少料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亞洲人的東西都比較小 你來美國 你要用 沒有 你來美 還在加拿大 你要讓這些 壯漢們 要吃得飽 你東西要什麼 東西要比較紮實 要多一點 對 好辣 這冬天喝一碗這個 真的是過癮 我覺得這味道比台灣的那個公樣丼 還要更濃厚 那個味道比較濃耶 好 這邊泰國菜 基本它的尺寸 比台灣都大一倍 是嗎 不可能比台灣便宜 因為 這邊物價百分比台灣高 VP 多塊 六塊兩個 六塊是 一百八十塊 是兩個 來吃一下這個 這個我沒在台灣看過 有這種泰國菜 烤套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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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不好吃 然後 它連炒的都比台灣大 這量看了就過癮 吃個牛肉好了 你要拿什麼 這個是泰國菜嗎 是啊 什麼是 真的嗎 泰國菜 那個泰國菜的改良 泰國的炒法 泰國的炒法 試試看 你看它牛肉 大片 切片都切得好大片 這邊會切得很大 裡面的藥王都是外魂很喜歡吃 但是我還是喜歡吃 海鮮沙拉 這裡的海鮮沙拉 它是海鮮沙拉 真是 吃完之後讓人 就有開胃 又很想再繼續吃的感覺 這道菜很特別 這道菜是 這個叫什麼名字啊 沒有 不知道 炒粉吧 炒粉 它味道酸酸甜甜的耶 台灣的菜 泰國菜我就沒有吃過它 這道在台灣沒有吃過了 我跟他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就是請他吃泰國菜 不辣嗎 很浪漫 現在這裡面的這個是 蝦仁還有蛋 然後還有這個河粉 你幫我弄一點 然後跟生菜 然後就吃起來有點像是那種 番茄蛋炒飯的味道 可是它很特別又是個 河粉 在法國華的餐點就會說 自然會跟外國的文化結合在一起 就會有不一樣 就會感覺會比較西式化一點 再來又是另外一種風味 你跟去泰國又不一樣 是 這是這裡很有名的魚 你要嚐一下 上面有一點辣巴 這是魚喔 對啊 我剛剛以為是什麼蝦還螃蟹之類的耶 你整個已經看不見魚了耶 魚在哪裡啊 已經被醬給包住了 對啊 這也是泰國一個特色一樣 奇怪 照理來講 泰國的魚應該是那個 檸檬魚啊 檸檬魚啊 可是我們剛剛問他 他竟然沒有檸檬魚耶 哇 我知道了 因為外國人很不會吃魚 所以呢 他們都把魚翅弄掉 變成魚塊 也對耶 他先炸過了之後呢 再把這個泰式的醬淋在上面 來你們兩個分吧 這是台灣沒有的 這個東西 配飯一定也很好吃 很讚耶 這就是泰式的醬淋 喔耶 這就是椰汁飯 來啊快點 椰汁飯呢 再拌上這個椰汁咖哩 欸 這怎麼冷的啊 蛤 冷的嗎 謝謝 謝謝 那上面是冷的耶 嗯 可以嗎 對啊 味道好濃喔 你吃的是冷的還熱的啊 熱的啊 它可能最上面那些是冷的 它那個椰肉是冷的對不對 對 真的喔 裡面是熱的啊 裡面是熱的啊 試試看啊 對 熱的還冷 椰子是冷的 裡面是熱的 椰子啊 這個米啊 是用椰子汁煮出來的 所以你要這樣拌起來啊 更好吃 更好吃 我餵你一口 不要說我不疼你 看有沒有 在觀眾面前他就等我 怎麼樣 真好吃 還有… 真好吃 完了… 這裡的這個 泰國菜太正點了 融合加拿大風味的 頂級泰式料理 吃上一口 保證讓你大呼過癮喔 好 吃飽了 超飽了 那我們現在該去哪裡 他剛才送了一把 泰國的雨傘 你看有沒有 每個人到一把 這是吃飽送的 對 吃飽送的 又吃又拎又拿 真的 好不好 太好了 那我們現在去哪裡了 要從往那邊走 逛一逛 告別了史上前衛的 Robinson Street 接著我們要帶大家 去尋找一段溫哥華的老舊記憶 Gas Town煤氣鎮 建立於1867年 這座小鎮並非生產煤氣而得名 而是因為一個叫做 蓋絲的居木工人 在這裡開了第一家的酒吧 帶動了當地經濟繁榮 Gas Town可以說是 溫哥華的誕生地 就連市中心的街道號碼 都是從這裡算起的喔 我們現在來到這什麼地方啊 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是Gas Town 來Gas Town呢 你一定會發現 這個很古怪的鐘 對 這是蒸氣是不是 這是全加拿大的第一個 用蒸氣去運作的一個鐘 所以這是蒸氣鐘 對 然後這整個東西重兩噸 兩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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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是兩噸的意思我知道 就是我們一個人 上面還在冒煙耶 而且這一個點啊 曾經和時是 溫哥華最中心的點 是非常熱鬧的 所以以前最熱鬧的地方 是在這裡 對 而且這裡也會長煤礦 以前這邊是 又會出口煤這樣子 又有甜的這樣 那現在呢 晚上就是有很多那種 就是夜生活的一條街啦 Club什麼之類的 對 就年輕人比較 豐富的夜生活都在旁邊這樣子 對 原來現在呢 以前是一個很熱鬧的一個中心點 對 現在變成是晚上的時候 它有很多Club在這裡 我剛剛還有看到很多那個小店 免稅商店 是不是 可能這就是旅遊景點 很響耶 對啊 還會唱歌 還會唱歌耶 沒有 它是每隔一個小時 就是最大的一個就是提醒你 就是準時的時候會這樣 所以每隔一個小時它就會 每半小時喔 真的半個小時 對 待會兒一個小時就會 一個小時會更長 更久這樣子 好可愛喔 剛剛的聲音好好聽喔 然後這個東西 建起來要四萬二加幣 四萬二加幣 就當年啊 1977年的時候 建的 1977年 那時候錢很大啦 錢很大耶 我們1977年 我們去那個什麼地方 不就是 什麼幾千就可以買一個 買個麵包 對 買一頓飯 我們今天吃一頓飯 大概只要二十五千了 二十五千了 你看 真的喔 實在不一樣啊 就等於這樣來發揮來說 現在這個鐘可能要幾十萬 對啦 所以很多應該這裡 應該很多觀光客 就會來到這邊 GASTON的這座蒸氣鐘 是由加拿大鐘錶工匠 雷桑德斯以青銅打造的 重達兩頓 中頂是採哥德士的設計 中間刻意做成透明狀 讓人看清楚內部的 錄金鐘擺和細部構造 中底下呢還有一根管線 導引著熱氣 進入中體內推動時鐘的運轉 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的話 底座四面還可以有詳盡的介紹喔 值得一提的是 它還是全世界第一座用蒸氣推動的時鐘喔 太厲害了 走進GASTON 增上到處淋漓著 維多利亞式的老舊建築物 一磚一瓦 彷彿記錄著加拿大人 早年的城市生活 讓我們去逛逛吧 好啊… 走…往這邊逛一下 這一個我穿汤飽的耶 那是汤飽 對啊 對啊 勾緊身嘛 勾緊身嘛 勾緊身喔 好帥 OK 所以可以找到自己的名字耶 對啊 這個 到底他有沒有在台灣飲料 成像 你要幹嘛呢 要打曲棍球 現在那樣 最正行的就是曲棍球 對不對 而且是最強項的 剛剛說 以後他的小孩生出來之後 也要把他送去學哈 摘倒 跌倒 小孩就不會哭 對 因為一聽到的 摘摘來打 他覺得很正常 對不對 而且你看這個其實很有用 你看 往那邊就是 GASTON的小商店賣的東西 應有盡有 紀念品更是琳瑯滿目 但價格卻不便宜喔 果然是VIVI那種觀光客 敗家的好地方 不是 是購物的好地方 但是Baby 你看歸看 可別真的給我買下去 你老公我賺的課是辛苦錢耶 看看 打你 好多東西好想買喔Baby 什麼好想買 妳是觀光客就對了 對 我想當觀光客 妳那種菜的東西妳會想買嗎 會 但我好想買喔 玩女生還是不理智 你們說是不是 女生是什麼都想買 下課鐘的聲音 來了 不是這一位 這外國女生不是我們的朋友嗎 看到沒有 神秘家室出現了 WIRE W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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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愛佛列客 我們會不會這二位 別走 我們真的喜歡 有些賣相 它是一色印象而言 能夠有些東西 可以湊 那個地方可以真的買一些小東西 然後回頭 送人 送人 不知道前面有一家店 什麼店 總之這塊東西都特別是有趣 蓄資一點 比較特別 你看這家店搞得很 我覺得這裡很古代 對 很老溫哥華的那種 它還有保留 這也是另外一種的風格了 對啊 你就要看著你建築 它還保留著那個 太強了 你看怎麼這樣拿到 太強了 它真的沒有時尚感 就整個是加拿到 比溫哥華還要老資格的煤氣鎮 一點都沒有老太隆重的感覺 取而代之的是 充滿時尚感的個性化商品 我說Gast Time老先生 你也未免太新潮了吧 很想要帶觀眾朋友進去看一下 可是他們不知道我們拍 但沒有關係 我們看一下他們的櫥窗 因為櫥窗就有他們在賣的東西了 這裡啊 你看這個就是那個 東西奧運 這邊冬奧的 對 這冬奧出了很多紀念品 對不對 對 冬奧出了很多紀念品 這那個吉祥物啊 這是吉祥物啊 這些掛的都是吉祥物來的 你說為什麼長這麼 長這麼怪 怎麼怪 加拿拿特色 真的啊 對 就是很多毛就對了 而且毛怪 而且毛怪還要戴耳罩喔 毛怪還要戴耳罩 好冷喔 這邊要隨時射擊的 也是有它的一個特殊點 對 我跟你們在吉祥物 真的不太一樣 那你看前面這個櫥窗 這就是那個了嘛 楓唐漿 楓唐漿 加拿大特產喔 我問你們 你們在這邊有喝過這楓唐漿嗎 沒有 會不會買回去送朋友 如果回自己國家的時候 會 一般會買 我來的時候 我就買回去送人了 對啊 而且你要看到它瓶子 全部都是成楓葉形狀 楓葉形狀啊 Castown不但是溫哥華的 文化發源地 更是早年人口密集的 商業重鎮 時至今日 卻成了溫哥華最熱鬧的 觀光景點 2009年 加拿大聯邦政府 還將其列為 國家級的歷史遺跡 不過歷史所留下來的 不是滄桑 而是看不完的內海與文化 寶貝 是嗎 我要買 哇 這什麼東西啊 AMO拿國旗 拿加拿大的國旗 對 AMO拿這麼多 東亞國旗 每個都要買 那當然了 那這是來自的小孩 睡覺用的 好嗎 看到AMO他不買 是不太可能的了 好啦 買啦 幹嘛 好啦 有 還有一些好像 現在很流行V 小小的遙控器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拿來幹嘛呢 抱歉 你好 你好 這是什麼 它是鋼 它是鋼 空箱塘在裡面 這是一個盒子 好像都快了 有了有了 Canada 會閃燈耶 看得出來有字嗎 有有有很清楚 沒有 你看變化哦 連吹個風扇 都還要那個 講國家的名字 因為它會有變化 這樣很厲害 厲害 走進Gast Town 彷彿又回到了 一百年前的加拿大 每隔十五分鐘 就會發出叫聲的 古老蒸氣中 再度吸引了微觀的群眾 隨著時鐘 一次又一次的鳴笛 我看見了溫哥華的歷史 一步一步的往前行 下了啊 下課鐘的聲音 好像武士 我忘記了 聽著征集中那準時的氣勒聲 我心中居然莫名的感動 好多往事一幕幕 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我想它對我而言 不再只是一個 著名的觀光景點 或者是一個舊城鎮的地標 而是一段難以忘懷的美好記憶 我告訴你 是 今天晚上有一個神秘嘉賓 是的 神秘嘉賓要來請我們吃飯 因為神秘嘉賓太神秘了 來到溫哥華 好 我們還是有很多很多 讓大家驚奇的地方 沒錯 現在至他家樓下 我們就等他 跟他一起來享用一個晚餐 而且他要請我們吃飯好不好 對 好 兩位 我們大概就 對不對 你待會兒看了之後就知道 OK 就是你在馬桶面前的時候 是不是帥哥 是不是 OK了是不是 好… 難了 怎麼可以 不是 外國女生不是我們的朋友 看到沒有 神秘嘉賓出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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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來加拿大見面 加拿大見面 你看是不是 這八口 跟珊珊 對 今天我們出去玩很多地方 在最後 知道你要請我們吃飯 帶這些朋友來 我叫了 你不建議 你這樣講 我不喜歡這戲吧 對 很多朋友一起吃飯 不過 我跟你講 人家講說 有紅自遠方來 吳亦樂福 假設能夠在溫哥華碼碰到 尤其跟我這麼優秀的 不要怎麼說 我們講這演藝圈的青年 真的最優秀 沒有 這是最優秀的 青少年 男哥從小看我長大 真的 他因為當面前我們就很開心 對 面前之後我就覺得他很優秀 沒有想到 對不對 謝謝 我們都超過的 我們跟你學習 對啊 好不好 不過今天在溫哥華真的很好 因為現在天氣差不多 現在晚上六點多 應該差不多現在是六七度的天氣 對 好 不過這個時候是最舒服的 是 因為再過了差不多半個月 也可能要下雪 十分 就很冷 對 這時候穿多一... 穿硬件 沒有那麼... 就是不會那麼熱 對 穿少一點感覺不會冷 對不對 所以你們今天來溫哥華拍了好幾天 對 你們今天拍幾天 剛剛好 你看我又來溫哥華 走啊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一起吃飯了,乃哥 他一個養 好 我跟你講喔 人不能沒有錢 但是 有錢也絕對不是萬能 對 能夠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 有一個真正的家庭 有一重心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 當天這回想 你要去拿捏這種東西 你知道嗎 那真的 到最後 我告訴你 還是家庭最重要的 好豐盛的菜 對啊 總來到溫哥華 對不對 我們想今天敬一下地主之宜 是的 雖然是我們都在台灣土生土壤 但是呢 有因緣機會 在溫哥華這麼溫暖的地方 這麼漂亮的地方 對不對 但今天把兩對賢康的一個分開 你當我們的中間人 中間人 你們兩個不需要了 你們兩個是一個夫妻的 下次當他們兩個中間人 好感到 熱戀熱戀 對熱戀熱戀 哇 乃哥現在太太跟小孩都在溫哥華 為什麼會想到最後選擇留在溫哥華呢 其實來這邊 我們這樣整整有三年半的時間 是 那當初也是因為孩子覺得 台灣的升學壓力太大了 是 我覺得孩子不快樂 是 不開心 那我覺得我的人生哲學呢 就是 其實 什麼都不重要 我的追求就是 所以我就這樣 小孩子希望的 我們能夠 有這個責任 有這個能力 我們讓孩子 給他一個最好的 當時是有去很多地方選擇嗎 沒有 其實我們辦 溫哥華的一年 已經辦了十二年 但是三年前 那小孩子他們就說 因為我那時候老大已經國三了 就是九年前 是 他如果再不出國的話 他的英文程度跟不上 是 所以我就告訴他 如果你要出國的話 你一定要早點做決定 是 後來他就說他真的要想出國來讀書 後來我們就 因為我們當時已經有加拿大的身分 是 所以我們就乾脆毅然決然就 就來到加拿大 以前都是走馬看荒 那真正住下來 你才發現真正的 溫哥華的那一種 他現在調查還是全世界 最適合人類居住 第一 對 這天念書念到大 對啊 我都來了六七年了 六七年了 對不對 現在已經是把他當第二個家 甚至就 甚至 不想回去 就待在這裡 所以就會 你現在有一點時間比較長 對 就回去之後就回想 你整天的好 因為他煮好吃好 這樣 因為溫哥華真的 基本上他的交通很方便 然後呢 他的大環境跟台灣差不多 是 比如說你台北 你從我們台北市到三重 到新店 到汐止 到永和 中和 都不會很遠 都是嗎 二十分鐘 都是差不多這樣 然後因為這邊移民很多 這也算是移民的一個國家 不管是印度的 對 二十幾種 中國你看這麼多的省份 那再講到還有 台灣、香港 台灣、香港 我會想 所有的食物 你這邊美食都吃得到 我們上來希臘什麼的 都有 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這邊四次去規劃得很美 是 對不對 它每一個...你看看 你來了幾次以後 你自己就會開車 對 從第一階開到七次幾階 對 還滿好認的 很好認對不對 方方正正的那些 然後它這邊基本上 也有很守規矩 是 因為這邊法律很嚴重 是 比如說你交通違規 你開車 你該停的不停 STOP SIDE不停 法很重 罰錢是一個 它的那個祭典 它違規很嚴重 對 對 生利器性的一個 對 消耐一年多的時間 我還上過這邊的法庭 真的嗎 對 超速 所以你可以真正能體會到 一個法治社會 對 就是這個樣子 就這樣子 真的來這裡要守規矩了 對 真的是一個好地方 所以這邊真的滿不錯的 讓大家來這裡生活 覺得很舒服 對 難怪來這裡就會覺得有放鬆 完全沒有壓力 是不是 而且它這邊的資安各方面 都很好 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歡迎大家有空一定要來看看 來 在最後我們真的要謝謝乃哥 今晚上讓我們有個非常愉快 又浪漫的夜晚 對 我們就以酒 一損代酒 來敬一下乃哥好不好 好 來 來到溫哥華果然天天有驚奇 能夠跟乃哥共進晚餐 真是一個開心的夜晚 酒出飯堡之後 我想接下來 帶大家回到我和VIVI住的飯店 看戲去囉 等一下 VIVI 看戲不應該去劇院嗎 怎麼會回飯店呢 太扯了吧 住了這麼多天 你居然不知道飯店裡有一座劇院 它是聚集了上百名影歌式巨星 到此表演的地方耶 這是我們做飯店的劇院 它劇院裡面曾經有很多很多 知名的巨星在這裡表演 包括台灣的舞中線也是 沒錯 等一下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裡嗎 好 大概有很多 這邊有很多的藝人來表演 有些我們可能台灣的方向 不太熟悉 但它在這個地方很多是 有一些鄉村歌手 對不對 對 有 厲害 Michael Bolton 對 Michael Bolton Michael Bolton 這個不要可惜 今天就是他了 這個 有沒有 我們在店裡面常常看到 這個黑人的歌手 這個是 這是 有興趣的 它是 由 Rain Deer Games 跟Affleck 班艾佛列克 是 是 它的戲服在這個地方 是 那個假 有洞耶 假的那個 對 是 這部戲 就是做出來的節目 對 這個 我們在這裡拍攝 它也在這邊拍這部電影 很酷 我來到這個飯店很棒耶 對啊 不只是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居住環境 然後還有一個劇院 讓你可以每一次 可以看秀 對 每一次來都有不同的秀 可以看 而且聽說今天晚上就是有天才老爹 要來這邊演出 天才老爹 讚 在台灣我相信非常多家庭 因為它和家庭的關係做了改變 好 這就這邊這個劇場 大概可以容納差不多一千人左右 所以 這個舞台可以做變化 它能在三分鐘把這椅子倒過來 然後沉降在地上 然後呢 它就變成一個平底 哇 非常享受 水晶球 這這麼大一顆啊 這是世界紀錄 最大一顆水晶球 酷 哇 超大 除了最先進的科技與設備 居然還提供了喜劇 歌劇等 各類型的娛樂節目 讓前來度假的客人 度過一段難忘的時光 來到飯店 怎麼少得了到健身房斷練一下呢 來到溫哥華工作了這麼多天 我可是每天早上六點 就爬起來運動了 流了一聲汗 最後輕泡在造景獨特的室內游泳池當中 讓疲憊的身心好好放鬆一下 哇 真是人生一大快事啊 你剛游的時候眼神帶著痕了 你 是我的錯嗎 是我的錯嗎 廢話 讓他怎麼變錯 我讓你先泡這個有點熱 我就要先進去 不要不會冷 你泡熱水 他說要先沖冷水 再進冷水就不會冷 那我說那怎麼用 你已經冷水了 沒有 那那個是比較溫的 那還溫喔 涼水 然後我叫你先去撒冰水 然後你進冷水 你就會覺得它的水是溫的 所以 然後你再來泡溫穴 然後就剛剛好很熱 我現在來泡熱的 然後去那冷的 你就有那個餘溫 不然你一下子接受冰的 你不是更容易凍膠 你還不如直接下到水裡面去就好了 吃了什麼怪力 溫哥華的夜 真的有種迷人的魅力喔 知名旅行家約翰遜博士說過 如果你厭倦了溫哥華 你也就厭倦了生活 也難怪溫哥華成為全世界最適合 人類居住的第一名城市喔 真的 只要短短幾天的旅行 你一定會愛上這座 以享受駐車的城市喔 當你失去了夢想 當你失去了夢想 親愛的朋友 請你不要沮喪 請你不要沮喪 當你失去了方向 親愛的朋友 請你不要沮喪 就讓我們停止抱怨和徬徨 一起來種下未來的希望 只要你用心灌溉 只要你耐心等待 只要你耐心等待 總之就一定會發芽成長 一粒渺小的傻子 可以看見全世界 一點微弱的燭光 在黑暗中發出光嗎 一顆希望的蟲子 可以擁有片森林 我們的 掌心的未來 就即將要綠航 請你不要沮喪 當你失去了夢想 親愛的朋友 請你不要沮喪 不要沮喪 當你失去了方向 我親愛的朋友 請你不要沮喪 就讓我們停止抱怨和徬徨 一起來種下未來的希望 只要你用心灌溉 只要你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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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微弱的燭光 在黑暗中發出光 一顆希望的蟲子 可以擁有片森林 我們的 掌心的未來 就即將要綠航